喂 苏妍 韩姐 来找秦医生啊 对 找她吃饭 快去吧 心情可好了 怎么了 白医生给她引荐了一项新技术 对乐乐这个案子有很大帮助呢 是吗 那挺好的 在二户病房查房呢 你快去吧 行 谢谢韩姐 来 乐乐 你在看什么书呢 姜东写的 它是我最爱的作家 行了 乐乐 再喜欢也不能老捧着看 休息一会儿 跟哥哥姐说说话 这几天有按时吃药吗 按时吃到 一力都不辣 那这几天又没有什么 心悸或者脚痛的感觉啊 没有了 那就好 保持好状态 见手如是 就算是跟我并肩作战 姐姐 你恢复得真好 感觉你比以前更加漂亮了 等你好了呀 也一定会越来越漂亮的 姐姐 谢谢你一直鼓励我 我会像你一样乐观的 乐乐真棒 姐姐 你之前跟我说 等你康复了 你会穿上最漂亮的婚纱 然后嫁给秦医生 所以你跟秦医生现在 结婚了吗 正在商量吗 正在商量吗 那就是说我还有机会参加了 当然了 等你好了之后 就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的 来参加我和秦医生的婚礼了 太好了 这事情就是由一个乌龙事件变成了一个 善意的谎言 为的是让乐乐相信 米苏成功恢复健康 好让她有信心 顺利地进行后面的手术 所以 说完了吗 不生气啊 怕我生气啊 怕我生气呢 说不定你在乎我 但是我们之前 要是连这点心人都没有 还怎么谈恋爱啊 乐乐马上就要手术了 她的精神状态是第一位 谢谢我的女朋友理解啊 你放心 我会保持好聚恋 我放心 那要不要跟我进去认识一下乐乐 然后我们一起穿过番区 好啊 走吧 你不感觉我纪念气好丑啊 哪里有啊 很可爱 好不好 乐乐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苏颖姐姐我的朋友 她想来看看 苏颖姐姐好 你好 乐乐 乐乐现在的情况特别地好 对 自打见了米苏姐姐 这天天心情特别好 她还说呢 想跟你们一块儿吃个饭 看你们有没有时间 可以吗 可以啊 你现在就应该多吃饭 我们音乐食堂特别好吃 要不去尝一尝 真的 好啊 好吃啊 那行 你们先聊着 我去拿个药啊 嗯 对了 秦医生 今天前我拍过一张合照 今天能再拍一张吗 可以吗 来 拍啊 苏颖姐姐 麻烦你再帮我拍一张 当然可以 谢谢 来 来 秦医生 你站这么远干嘛 秦医生 你站这么远干嘛 还站近一点 听见没 秦医生 乐乐批评你了 快站近一点 好 好 好 就近一点 来 来啊 一 二 三 茄子 好 你看一看 满不满意 谢谢 最好看 喜欢就好 那拍完了 去吃饭吧 好啊 走吧 乐乐 来 慢点啊 走 乐乐 你尝尝这个 也特别好吃 谢谢姐 乐乐 你看 秦医生给你剥的虾 你多吃点 补充蛋白质啊 谢谢秦医生 不客气 乐乐 姐姐看你经常看一些推理小说 那你会推理吗 会啊 真的啊 要不我给你们推理一下 好啊 其实你俩不是真情侣的吧 我说对了 这事 其实是这样的 这又没什么 而且现在秦医生的女朋友 应该是 这位苏盈姐姐 对吧 你是 怎么猜出来的 推理啊 那你怎么推出来的呢 首先 你俩刚拍照的时候 隔得这么远 还有苏盈姐进来的时候 你回答我什么要求都要看她 这明显心虚了呀 就因为这些 你就推出来了 那肯定不止 刚落座的时候 其一身抢先一步坐在你前面 不就是为了多看你一眼吗 还有 这晚下真的是给我的吗 细节里满满的都是爱 这根本就不用推理 我推对了 刘老安 其实这事没告诉你 是怕你知道以后难过 这有什么关系啊 不就是分手了吗 很正常 行 那既然这样 正式跟你介绍一下 苏盈 是我的女朋友 我推对了 那 我想问一下 你俩在一起多久了 吃饭啊 我就有点好奇 姐姐 你喜欢秦医生哪边 秦医生啊 长得帅 那 秦医生 秦医生 还没起啊 你怎么早睡了 因为我早睡早起啊 你昨天又熬夜了吧 你要不要再睡会儿 我听到你的声音是不觉儿了 那你快起来吧 我们一起吃早餐 想要把你写成诗歌 最美的花都描绘不了 你的涂疼 Hey lover 现在是最好的时刻 有我沙拉拉拉 有你晚些粉红色 人 云盛哥 你找我有事啊 进来说吧 不用了 再说几句我就走了 是你研的 刚才陈教授告诉我 原本定的周三时间 没问题 是你研的 是吗 可能是信息有误差吧 还有就是 你没有告诉苏盈 我们和陈教授 开会的事 她的电源等了我很久 我 我刚才听陈教授讲话的时候 我一时把这事给忘了 苏盈姐生气了 要不我帮你去跟她解释吧 不用 苏盈没有生气 我们都很珍惜彼此 不会因为这些小事 气生枝的 是 黎白 通过这几天的相处 我有一些 有一些感觉 还是跟你坦白出来比较好 我不知道是因为巧合 还是因为 一些其他的原因 你最近的一些行为 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 不舒服 对于我跟苏盈的恋爱 你似乎是有一点点介意的 当然啊 我希望这个只是我的误解 或者 你有什么想法 也可以现在告诉我 没有 你误会了一声哥 那这样最好了 因为如果 我有这样的感觉的话 我相信苏盈也一定会有 她说我女朋友 我得保护好她的感受 如果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我的确 是做了一些比较冒失的事 还有一些巧合 如果让你和苏盈姐误会了 我以后会注意的 那这样 今晚我就先回清语了 现在吗 可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买到最后一趟航班了 这么着急啊 不能明天跟我一起走吗 不用了 我们就在医院见吧 走了 早休息